据新华社4月16日报道 自4月11日中国专家抵达俄罗斯后 中方立刻对俄罗斯疫情展开了积极的防控措施 他们与俄罗斯医学界同仁就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收治标准 病毒检测方法 标本采集方式等问题展开交流和经验分享 对于中国医疗专家组的支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4月14日打来了一通电话 对中国专家组在俄罗斯给予的帮助进行感谢 并指出俄方高度评价中国抗疫成果 认同中方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感谢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发出了东方抢音 据外交部4月15日消息 14日当天 王毅外长就俄罗斯的感谢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 中俄相互支持守望相助 体现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中国注意到目前俄罗斯在疫情防控上面临着巨大压力 中方也将继续坚定支持俄方抗击病毒 我们对俄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抗疫合作必将为中俄关系注入新内涵 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同时 王毅外长也对此次疫情下了一个定义 他认为 疫情是一场大考 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王毅外长相信 中俄都会交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答卷 为促成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 此次通话末尾 王毅外长还指出 在俄中国公民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 希望并相信俄方会继续为中国公民在俄居留 生活提供便利并保障他们的健康安全和合法权益 中俄双方应加强协调合作 避免人员无序流动 防止交叉感染风险 加强边境口岸的防疫管控工作 此外 据光明网4月15日报道 4月13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俄抗击新冠病毒会议时也表示 得益于卫生体系组织井然 医务人员准备充分 以及中国医疗专家组的支持 俄新冠疫情形势比一些国家好得多 但当前必须要对疫情在俄罗斯大流行的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他警告道 确诊病例数屡创新高的莫斯科疫情高峰期还没有过去 全俄各地疫情发展比莫斯科晚三到四周 必须有效利用这一转瞬即逝的窗口期 如有必要将调派俄武装力量协助防控疫情